我們現在要來demo是如何把 費份印象檔轉換成VMDK 我們點選工具裡面的虛擬轉換套件 選擇VMDK的格式 點選下一步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VMDK 我們可以直接轉換到ESRI的host 或是儲存到本機或是網路位置 點選下一步 那這邊會出現呢 我們需要轉換的磁碟版本 介面已經儲存區 所以我們可以去點選依照我們的需求 來點選需要的版本 磁碟機介面 然後還有磁碟機種類 確認以後我們點選下一步 那這邊一樣的我們可以選的是轉換至印象檔 或是轉換至實體磁碟 點選下一步 一樣的是我們需要選擇的是印象檔 以及需要轉換的磁碟區 以及目的地位置 再點選目的地位置 預設到原先的 然後呢 確認這個格式是VMDK 然後按下存檔 按下下一步 再確認一下我們的設置是否都是正確 確認無誤我按下完成 按下完成以後呢 我點選工作這個頁簽 就會看到我目前正在 執行轉換印象檔了 那我等這個BUB跑完 跑到百分之百的時候呢 我們同樣的 可以從歷程當中 看到轉換磁碟區 轉換成VMDK 這個Job是否正常完成 那我們可以像VHD一樣的 一樣會有Log的產出 那我們現在就來等待它 來進行轉換 經過漫長時間的等待 我們的轉換成VMDK工作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點選歷程 可以看到這邊 轉換的Job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來看我們的Log 一樣拉到最後一步 這邊就可以看到 55已經完成了 按下完成 那我們可以去我們的 這份目的地來確認 我們的印象檔是否有轉換完成 好的 這邊看到了 我們要轉換出VMDK檔案的格式 確實有幫我們轉換出來 成VMDK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VMDK的轉換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進行的 也有一步